孩子不爱吃饭,体重超标,取齿增加,甚至小小年纪就得了糖尿病,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相信不少孩子都常喝饮料,吃零食,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份甜蜜的负担,孩子是祖国的未来,家庭的希望,儿童时期的生长发育对日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,如何保证孩子吃的营养,安全,健康,每个家长都关注。 今天,我们就带各位看看,如何帮助孩子,戒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,健康成长,和一,趋势,儿童的饮料,临时摄入越来越多。 近日,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世界儿童基金会,驻中国办事处共同发布了中国儿童韩糖饮料消费报告,摄入量也显著增加。 何来,韩糖饮料,5%是条红线,韩糖饮料是指在饮料制作过程中,人工添加三糖或双糖,韩糖量在5%以上的饮料。 根据这个规定,目前我国市场上超过一半的饮料属于韩糖饮料,其中消费最大的是软饮料。 其次,喂水果,蔬菜饮料,最后是咖啡,茶饮料。孩子的饮料,临时消费在增长。 据2010年调查,我国6到17岁儿童也用饮料,量比2002年明显增加,其中12到17岁儿童饮料人均每天消费量最高,为203毫升。 通过对上海、黄州、浅南、哈尔滨、北京、西奥和南宁汽城市的9194名6的17岁儿童进行调查, 研究人员们发现城市儿童的人均日,饮料量为715毫升。 小学生、初中生和高中生的人均日,饮料量分别为481毫升、1151毫升和1229毫升。 不难看出,儿童含含饮料消费量呈现出,随年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,无独有偶,就在报告发布前后, 中国疾病日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,中国营养学会共同编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临时指南, 2018年对儿童青少年的善食营养状况做了分析与总结,临时提供能量占每日总能量的10%左右。 2.别坑孩子,这些症状出现就晚了,过了收入饮料、零食,有哪些危害? 下面的爱丽应该引起家长足够重视,等出现在自家孩子身上,就晚了,后悔都来不及。 19岁少女牙齿发黑,腐烂,按例,19岁的女孩文文是个爱笑的女孩,可最近,一件事却令她十分困扰, 她的牙齿逐渐开始变色,门牙甚至已经变黑腐烂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,文文从小就喜欢喝碳酸饮料,上了大学后,更是每天把饮料当水喝,每天都要喝上三到四瓶,时间一长,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。 为什么常喝饮料会引发如此严重的问题呢?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,碳酸饮料的影响也不尽相同, 常喝碳酸饮料会使12岁孩子牙齿的酸食率增加59%,使14岁孩子牙齿的酸食率增加22%。 如果每天喝四杯以上的碳酸饮料,这两个年龄段孩子的牙齿酸食几率将分别增加25%. 二合51.3%,小小年纪就得了糖尿病。 阿丽,饮料当水喝,体重飞剧了。 阿丽,18岁的男孩小凯,常常被人叫做小胖子,因为从小爱喝可乐,爱吃汉堡,身高1.15的她,如今体重一打256斤,不得不被妈妈拉到了一家减重门诊就诊。 营养科冯信念医生告诉小凯的妈妈,小凯的BMR指数通常用来衡量体重是否超标已经超过41,处于严重肥胖,必须进行减重。 如今,大街上的小胖多儿越来越多,除了可爱之外,肥胖背后存在的问题,也应当引起家长们的关注。 不仅容易引起三高,还容易导致关节痛,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,静脉血栓等疾病,对于儿童来说。 肥胖症的发生,通常不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,主要包括饮食因素,运动因素,遗传因素和社会因素。 据马冠生教授介绍,我国0-7岁的儿童超重率已达到6.25%,肥胖率达到3.19%,7-18岁城市男生超重,肥胖率分别达到17.1%和11.1%,城市女生的超重,肥胖率分别达到10.6%和5.8%。 各年龄段的儿童超重肥胖的增长趋势明显,而每天增加饮用一份医标准杯,听,请,喊喊饮料到儿童,发生肥胖的风险,就会增加1.6倍。 3. 饮食健康 孩子才健康 家长在拟爱,也要关注孩子的嘴,饮食健康,孩子才有可能健康,家长不妨对照着指南,好好调整一下家里,尤其是孩子的饮食。 2.5岁学龄前期,是儿童生战发育的关键阶段,这一阶段三顿丰富的正餐与两次适量的加餐,是学龄前儿童获得全面营养的保障,如果需要先加零食,应该少量,且要选择健康零食,因此,针对2.5岁学龄前儿童的核心推荐包括, 吃好正餐,吃料加餐,少量零食,零食优选水果,买了喝筋活,少吃高盐,高糖,高脂肪零食,不合或少喝茶糖饮料,零食银新鲜,多样,易消化,营养卫生,安静进食零食,脊防呛肚,保持口腔清洁,睡前不吃零食, 6-12岁学龄儿童饮食为过渡模式,6-12岁学龄儿童饮食模式逐渐从学龄前期的三顿定餐,两次加餐就相对固定的一日三餐过渡,正餐食物渗入量有所增加,但由于饮食间隔时间较长,容易产生饥饿感, 且由于学龄前饮食习惯的延续,容易产生零食消费需求,因此,担对6-12岁学龄儿童的核心推荐包括,静餐北煮,早餐和礼,零食少量,客间食料加餐,优选水果,奶泪和坚果,少吃高盐,高糖,高脂肪零食,不合或少喝含糖饮料,不合含酒精,含咖啡饮料,零食新鲜, 营养卫生,保持口腔清洁,睡前不吃零食,13-17岁青少年时期发育阶段,13-17岁青少年正经历着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,青春期发育阶段, 对于17的青少年,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要量大,对食物选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强,容易产生冲动性食物消费,甚至对某些零食产生依赖,因此,针对13-17岁青少年的核心推荐包括, 吃好三餐,毕业零食替代,全新营养知识,合理选择零食,优选水果,奶泪和坚果,少吃高盐,高糖,高脂肪集结石油炸零食,不合或少喝含糖饮料,不饮酒, 四,守护孩子身体健康,这些是家长一定要做到别价饮料,临时作为奖励,很多家长会把饮料,临时等,作为孩子考试成绩高的奖励, 殊不知,这样的做法不仅不是奖励,反而会对孩子的身体健康,造成一定的危害,因此,当孩子下次再需要奖励时, 不妨换一种更加健康的奖励方式,用鲜榨果汁代替含糖饮料,虽然鲜榨果汁的含糖量也不低,但相比于软饮料来说,鲜榨果汁相对健康,安全一些,因此,当孩子非常想喝饮料时, 不妨用鲜榨果酥汁代替市面上的软饮料,尽可能的降低含糖饮料的副作用,坚持到孩子锻炼身体,除了饮食上药控制之外, 日常的锻炼也必不可少,作为家长,应当在孩子小的时候,就建立起按时运动的好习惯, 只有这样,才能增强抵抗力,使身体素质变得更好,均衡饮食,少食多餐,吃肉也要吃蔬菜, 孩子的饮食习惯很少是天生的,多半取决于后天,如果告诉孩子某样食物, 既营养又美味,而自己每回都躲得远远的,反而会让孩子对他更加满感,从而引起孩子的偏食, 因此,父母在设法让孩子多吃蔬菜的时候,自己也要做好榜样, 在家里,家长也应该注意,不要看到孩子喜欢吃什么,就无限量的让孩子吃, 以免把孩子的胃撑散了,这样会使孩子吃得更多,一般两顿饭的间隔,可以让孩子吃些水果, 免得到了吃饭时,孩子由于饥饿吃得过多,饮食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, 是要在较长的时间里慢慢培养,各位家长不妨和孩子一起, 对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说不不,一起迎来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吧, 好书推荐,小小自家图书馆,意大利国宝级童书, 书中精选四十种最具代表性的动植物,足足四十本, 每本二十四页,每本一个动物或植物,用生动的笔触每尾到来, 是一套在艺术与科普完美结合的故事绘本,带着孩子知识,温暖和爱, 七十九元四十本包由,与树十六号发货,长按时别上图二维码或者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